大家好,今天是1月7日 回到明報報上升級的時間 今天的港股叫做承接 昨天的升勢還迫著重上23,300 技術面上不太差 我們看到浪人內險也繼續做上去 今天和大家去看看內險股 我們先看看2318 其實技術面上2318算不錯 它在9月份曾經落到45元 你看看去年2318由1月份 當時是100元流上慢慢跌下來 沒有了一半以上 最低落到45元 但是後半年第四季 基本上它都是在橫行的 但是今天就突破了 終於重上60元流上 在技術面上都是靚仔的 甚至乎日線圖 突破100天線 看這種勢仍然會有機會承接再向上 看看2318可不可以繼續做上去 至於2601中國泰保 我們見到它都做了U底 由12月開始慢慢調回 其實它不算太動 現在在短線30天擋住它 但整體上保險股內險股都做得不錯 看看這隻中國泰保可不可以承接到 今天的升勢後市再進一步上去 跌了很多 暫時來說它都叫做反彈 看看這個反彈可不可以延伸再繼續向上 最後看看966中國泰平 同樣也是 其實它在前日彈過一下上去 11.6 其實它這個星期都是慢慢做上來 同樣也是 我們見到內險股整體上 都叫做慢慢向上爬 自己去選擇 還有大把內險股 但是 現在暫時2318 260 1966 都是做得好 自己去選擇 看走勢上 如果港股能夠再進一步 突破23500 內險股都會有機會 好像早前的內銀股 慢慢上去 我們會繼續看市 看內險股會再做高些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這樣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